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國際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英國政府又再發工了 根據每日電訊報的報導所說 英國軍情五處在過去一年裏 發現到最少有三名中國間諜假扮記者入境 而英國政府已經將這三名人士驅逐出境 至於第二宗消息 包括日本在內的九個國家已經先後表態 是繼續承認BNO護照 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每日電訊報的報導 英國政府現在越來越關注 遇到中國的經濟間諜問題和竊取知識產權的問題 預計在今年的五月 英國國會就會收緊和更新現有的間諜法和官方保密法 正在審議的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 規定了 代表各國政府工作的人員 必須要作出登記 否則可被判監或驅逐出境 這條法案的目的 就是要將外國政權所作出的 惡意干涉和影響英國的舉措 列作違法行為 報導又引述了一名英國官員指出 大陸的情報人員 以臥底的身份行走西方國家 而且以傳媒工作者作為掩飾隱藏 是極為常見的事 所以現在有三名 辦記者被英國政府拘捕了 當然到底這個舉動 會不會觸動得到北京的神經 暫時未知 因為大陸方面未作回應 但是我相信 這三名被指稱為假辦記者的間諜被驅逐出境 再加上 昨天大外宣電視台CGTN被英國方面停播 就會有一個疊加的效果 今早早我也說過 大陸所能夠採取的反制措施 不是那麼多 因為始終來說 沒有一家英國電視台能夠在中國大陸那裡落地廣播 只有英國媒體 會派著記者去中國進行採訪 所以 反制範疇大概都是針對記者居多 今天每天電訊報有一篇文章 其實他的預測跟我所說的東西差不多 我就說出來給大家聽 這篇文章就提到 中共懲罰英國可能會有三招 第一就是出於言語上的批判和攻擊 第二就是將CGTN的歐洲總部 從倫敦搬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第三就是向BBC進行報復 最可能的發展預計就是 禁止BBC在中國的運作 即是驅逐記者出境或者不讓他們採訪 因為BBC現在大陸根本上就沒有進行任何廣播 所以走到最後 很可能都是走回中美傳媒戰的那條路 因為 你說如果將CGTN的歐洲總部轉到其他國家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 因為英國方面都不讓你廣播 都已經是撤銷了牌照 他不搬也不行 所以我就不認為這一招是什麼懲罰英國 反而就是他被迫都要這樣做 至於這篇文章的總結就是 從宏觀而言 中英關係很可能就開始暴入冬季 這個結論我就是同意的 正如我今早所說 因為英國在很多方面 都已經開始對華是 相對強硬的 比如說加入CPTPP 或者有意加入亞洲版北約 美日印澳四方論壇 再加上大外宣CGTN停播 以及就是剛剛發生這個驅逐三名 扮記者的間諜出境 這些都是導致 中英關係 慢慢越走越遠的其中一些因素 其實中國外交部 在今天下午的記者會上 對於CGTN的事件作了一些回應 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 媒體管理和運作的方式 也各不相同 但是這個就不應該成為 阻礙各國之間開展正常人民交流的藉口 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中國媒體的屬性 英方一直都是清楚 從18年前CGTN在英國落地傳播的第一天開始 英國就清楚知道這一點 英方現在拿中國媒體的屬性來說事 對CGTN在英國的落地傳播 橫加阻撓 這些完全就是政治操弄 他就說這些說話 真是好笑 他說中國媒體的屬性英方一直都清楚 是不是代表著其實 凡是中國媒體都是受到共產黨的領導 或者是受到共產黨的 管理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就很嚴重 那會不會凡是 大陸媒體進駐英國的 都會面臨著 CGTN同一個安排 因為汪文斌說到 對於中國媒體的屬性 英方就很清楚 至於在去年 蓬佩奧國務卿 就把不少的大陸媒體 列作了所謂的外國使團 按照汪文斌的這番說法 豈不是 蓬佩奧當初這個做法 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別人所說的外國使團正正是 你這家媒體背後其實就是由國家所控制 現在汪文斌說的話 是不是等同於曲線的引證了 蓬佩奧的定性是沒有錯的呢 那就不知道 接下來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BNO的承認問題 因為大陸政府和特區政府說不再承認 BNO護照 但是其實有很多西方文明先進國家 都先後表態繼續承認 包括有美國 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德國 法國 西班牙 和日本 等等 其實 如果不是說有些國家特別走出來說不承認 其實 基本上都可以當作那個國家是繼續承認的 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是不再承認某一本護照 他一定會從官方的途徑發出公告 一定要全世界都知道他不再承認某一本的護照 目前來說 除了中國之外 就看不到有哪一個國家說不承認BNO 這件事真的沒有 所以 如果媒體逐個國家來問 那些國家都是照答的 他無厘頭不會說不承認 當然 我們看報紙也看到了 葉劉淑儀 之前曾經提出過一個建議 就說 可能有些和中國友好的國家 就會不承認BNO護照 這個是葉劉所說的 現在似乎他這個建議就沒有辦法得逞 未有一個國家走出來說不承認 其實葉劉這個建議都是相當之魯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 沒有考慮到 如果你說 走去叫一些和中國友好的國家不去承認BNO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有些報復的情況出現呢 會不會有些國家無厘頭的走去說不承認特區護照呢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荒謬的情況 到最後就只會是沒完沒了 以及得不償失 所以我相信大陸也不會說做得那麼盡 叫一些友好國家不承認BNO 除非那些國家自己自願 所以我相信葉劉提出的建議的可行性是很低的 因為如果反過來影響特區護照的時候 那你就只會是影響了那些拿著特區護照的那些大陸權貴 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以來 是從上邊下來而又申請了特區護照呢 當然我們經常提的經典例子就是孟晚舟 但是會不會有其他的權貴都是這樣的類似情況呢 都是在上邊下來然後拿著特區護照在香港住的 喂 其實是大有人載嘛 如果再搞下去的時候 就可能會影響那些權貴的 所以葉劉作出的建議是魯莽的 好了接著再看一件事 就是加拿大方面 今天我們又說了他們會再多 三條的移民途徑提供給香港人的 我看到有些益友留言 就說 哎呀是不是一定要五年之內大學畢業 五年之內就是 因為這個是加拿大政府的規定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大學畢業呢 其實就不一定大學的 這件事要澄清 因為我看到有些益友說我讀Ivy的 我讀高級文憑 其實高級文憑都可以 因為他純粹就寫著 Post Secondary Diploma 就是這個中學以上 就是那些大專院校 你讀那些文憑的課程都可以 兩年的 最少兩年以上的文憑課程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這個三年的工作簽證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是 剛剛21至22歲畢業的 無論是大學畢業也好 或者是這些文憑 副學士畢業也好 其實都可以去試一下 那你試一試他都沒有壞的 工作簽證是三年時間而已 那行不行就回香港 而且相比起那些什麼Working holiday 工作假期的簽證 那些限時就是兩年的 而且就不能在當地居留 你做完兩年工作之後 就怎麼都要回家睡覺了 現在只不過是多一年的時間 這個工作簽證 還可以鋪上路 拿去永居 這樣也不去就愚蠢了 是不是呀 是底度難 是賣大包 這件事很超值 尤其是對於那些剛剛在學堂出身的人來說 有什麼包袱 有什麼 負擂 是不是 所放棄的東西也是最少的 有什麼放棄 又沒有事業基礎 又未曾參加工作 你沒有一個職位去放棄 就不同的那些人 因為已經在香港打工三十幾年 或者做生意的那些人 如果臨近退休的那些人當然不申請 是不是 三年工作簽證 問題是年輕的那些 事實上是值得你來去想 是值得想的 想完之後不去一回事 你起碼也想一下 你想完不去 起碼是你自己作出了一個判斷 你不想 過多幾年才後悔 哎 不就問份了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